生茶、收茶能不能放在一起呢? 哈喽,你好,我的名字要选,我是店长 今天我们一起看看普洱茶中的生茶跟收茶呢 能不能存放在一起 存茶呢,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尤其是越沉越香的普洱茶哦 你存放久之后,它价值就会一直提升提升提升 那么让很多喜欢喝茶的朋友啊,还有茶友啊 就会越买越多越买越多,开始大量的存茶起来 买多了之后,就会发现到你存放的空间不够了哦 不够位置放了哦 不够位置放的时候,当你的那个空间有限的时候呢 我们能不能把生茶跟收茶呢 放在一起存放呢?这样行吗? 这样来节省空间不太行哦 虽然普洱茶的生茶收茶呢 它同样都具备了越沉越香的特点潜力 但是呢,它们的工艺是不同的哦 因为它工艺的不同呢 造成了它的特点啊,品质啊,还有表现呢 都会有所差异的 而你整个存放过程当中呢 最容易产生变化的就是香气 生茶在香气上的表现呢 多为豪香、清香、花果香等的香气 但收茶的香气呢 则多为橙香、澡香、脏香等 由于香气类型的不同呢 茶叶在存放的过程中 它香气是会易散的 如果你把生茶跟收茶呢 放在一起存放的话呢 最后那个茶叶拿出来冲泡哦 你就会发现到怪怪的味道 香气受到影响了 直接影响到你的评价体验 Bad experience 或者是那个产品的价值 不好的评价等等的 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哦 你把一把紫砂壶 你一直养的 你都是拿来养收茶的 同时,同一把壶 你又拿来充泡生茶 一样的道理啊 好像我们存茶就是为了什么 就为了成化 为了未来更高的价值 未来更好喝而存茶的嘛 养子烧糊也是一样 都是为了要充泡同一类别的茶 更好喝 把好不容易买到的好茶 泡好喝而已嘛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目的的话 可能就另当别论啦 所以,对于葡萄茶的仓处而言呢 身、手要分存哦 不能放在一起 身差跟身差一起放 手差跟手差一起放 就算我们单独存放也好呢 我们也要照顾到它的环境 条件有没有得当哦 有没有闭关 有没有防潮 有没有防异味等等的条件 其中一点没有照顾好来呢 就可能会让我们心爱的葡萄 面临到未来品质的那个考验 还有未来品质的那个挑战等等的 所以仓处呢 对葡萄茶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一点啦 无论你是存一片茶 一桶茶 还是一千桶茶都好 都是非常重要 要注意哦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按个喜欢 订阅这里 很高兴与你结缘 希望你可以多多保重身体 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